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更多热血内容都在今天晚上的梦想街57号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盈婷 上个星期开箱了Type R 这个星期马上就有实车说我要来挑战Focus RS 两胎实车开进了梦想街 今天对上时代目的Type R 到底哪一台车开起来比较热血呢 而我们今天也特别针对了300匹马力 300俱乐部 好好来帮您较劲过瘾 如果你喜欢欧系车 如果你喜欢日系车 这些车各有千秋 到底差别在哪间 一起来分析 欢迎加入我们的热血男人好朋友们 首先有请 有请右侠过度游戏的叶明德学生 啦妮可妮可 杨新如 艾迪 还有超炮导人林志兴 以及拥有COSWAR10的神级人物庄英凯 威脸 300俱乐部每一台车都很厉害 每一台车的拥护者都很不服气 今天我们要是来讨论到底谁是老大 欸 观众嘴上谈没什么意思 我们直接出门试驾感受 今天有很多的实车 但首先第一台车 我们要来看看挑战者FocusRS 性能车要扩大它的市场 它一定要做一些小巧思 就像今天开到梦想街这两台车 让我们欢迎所有Focus迷都会很爱 也会膜拜的FocusRS 这一台车呢 如果你家的阿嬷想要烧胎 按一键就搞定 如果你的阿公想要甩尾也给他按下去 有没有那么夸张 来 阿公 我阿公出现了 男性阿公 你好 他有这么厉害吗 有这么好操作吗 事实上Focus现在进化到了 已经算是第三代的RS车型 而且刚刚你说阿公阿嬷 因为他现在已经变五门了 过去第一代RS的时候只有三门 对 更实用了 变成五代 变成五门 虽然说他也是手排车款 但是呢 今天像你刚刚讲的 他只要按一个按键 他是四轮驱动 但是他就可以让你甩啊甩啊甩 就可以甩尾轻轻松松 但是 我不让观众看 我怎么甩 我直接看影片就知道了 那我厉害是不是 我看到RS这样 蓝色 那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一般人啊 看这个就是 就Focus Focus嘛 但是呢 你可以看从前面的车比 到这个气霸 都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啊 他最厉害的地方是 前面这个网子 他是真的有作用的 而不是只是 视觉性的一个网子 有一次他侧边 左右两边的这个 这个进气孔啊 这是专门给这个 前刹车碟散热用的 我觉得连天有帅 帅齁 那你猜他多大 多18吋 19 19吋 到了19喔 真的喔 对啊 这边有写到这个啊 19耶 3 5 19喔 我刚刚这样喵 差不多18吋了不起 18 Focus啊 一直配19吋 喔 卡钱蓝色这样配在一起 很不错 他的卡钱是用Brembo的卡钱 所以说当然啊 因为这是性能车啦 性能车当然什么好料 都是上去了 对 如果你在嫌他不够 那你真的是中毒很深了 你就自己慢慢去改装啊 你的坑有点大喔 对 连车有帅 轮胎很帅 车侧线条也很帅 车侧线条也很帅 基本上车侧线条 看起来是跟Focus幾乎一样 就是低调啦 那你除了一个侧群 这也是市货的人 他就 哎呦 这个侧群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基本的侧边的线条 你就是家庭房车 这个呢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啦 如果说你今天要买这辆车 你可以跟老婆说 没有我只是买一个五门Focus 它只是一个手牌车而已 哦 我没花多少钱啊 那我去改装一个大尾翼 我就只有加一个尾翼 改装一个大尾翼 那其他我都跟一般的Focus一样啊 老婆就以为是Focus的价钱 我不知道是RS喔 但这个尾翼呢 是RS现在专属的一个尾翼 哎呦喂啊 有没有想到 我又要提到 又是震蛋蛋 你看你的车子 跟你的车子一样耶 就是很实用度很高这样子 那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 它下面都有 都是这种备胎 补胎剂 它不再是放一个备胎 对 而且它帮你分隔分好了 不会叮叮咚咚咚 叮咚咚咚的 然后是平整的 然后这个可以全部把它往前攀平 所以如果你要载高耳复球区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可以往前倾倒 它的使用性是都很够的 是 对 而且最主要是 它今天变成了五门的车管 你今天后座要载的 你就直接上车 不用在那边瞧 瞧后座啊 干嘛之类的 帅度跟正单单的车还是不太一样 不信你就看一看 对啊 但是现在后面 它最大的特色 除了一看 你又看到了这个背景 就够了 这个当然 又要开始 摩摩一下 摩摩一下 正单单只会贴上去 对 但是这个最大不同 这个我就不相信它能改 哇 这么你看这个排气管 好没有 排气管很大 两边 左后两边 而且是真的这么大颗 而且还有这个 很像F1 对啊 最主要是这个Diffuser 整个整体性的是很漂亮的一个 整体的模组化这样子 所以说你今天 当你在路上遇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好像有点性 这绝对不是该中的 对 它是绝对的性 维管那么大一个 所以等一下跑起来 也会很咆哮 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出门感受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像是老大 结果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 燕明哲一直在下面 一直躁动不安 一直说RS6 RS6 那蓝色是Post大颜色 Post大颜色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说 那个水泥灰 我觉得RS6 真的还蛮漂亮 而且它一样有RS 两个弹射 那感觉就差很多 两个是不一样 我跟你讲 没有 我说如果RS6 跟FocusRS一起弹射 那个感觉就差很多 同手无奇 等一下我们真的出门 去感受一下 FocusRS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一键启动 真的可以那么厉害吗 但是等一下出门 试驾感受之前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要来尬一尬性能车的风云 但我们不是要鼓励赔车 我们是来真的看 它扎扎实实的性能爆发出来的感觉 所以等一下还要出去试 时代目的Type R 但Eddie哥 如果我讲到FocusRS 我坦白讲 因为我已经坐过了 这台车不一样 它有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四驱 第一次我们看到的是 五门鲜辈的FocusRS 这怎么变得很家庭的感觉了 应该讲 我们从性能来看 这些表例也都是非常惊人的一代之旋 等于说是福特用这一个 作为一个它的性能钢炮的一个代表 有一点在宣示这个品牌的科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2.3升 Ecoboost的引擎 这也是它广为利用的性能版引擎 Mustin也有装这颗引擎 但马力调到350 然后扭力有48公斤米 再来厉害的是全市四轮驱动 因为它已经过了所谓300匹的马力 所以配置四轮驱动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0到100的速度 比较量是4.7秒 急速这个还好 Launch Control 跟这个所谓的Drip Drive模式 我觉得是这个车好玩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车好玩呢 就是说车子一般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交通工具 如果说它有乐趣 就是看你怎么样玩它 所以车厂在配置这种东西 有点像是玩具 就跟我们去Mpower的时候 BMW有讲说它的 其实它的Mpower 或者它的M3 或者M4 都是一个玩具 它有所谓的这个 Performance模式 喜欢性能的人 可以开着它 可能做甩尾 可能做这个弹射起跑 那这都是车子 所赋予的一个特殊性能功能 再来把这个乐趣 带给驾驶者 所以让这个车的面貌 很丰富 那我们另外再讲说 这个车的五门 我们注意到 这个车其实跟一般的Focus 外观差异没有很大 所以这个五门的定位 我觉得另外一个观察点 就是说像我们以前 Golf 五代刚进来台湾的时候GTI 在台湾有卖三门版跟五门版 很妙的是五门版畅销 三门版滞销 真的吗 可能2003年的这个 例如啦 它的当年份卖不完 它还卖到隔年份去 那这次引发了一个 就是购买上面的问题 的理论就是说 到底为什么 我们比较方便 当然它 两个门它可以放东西 第二个是说 可能买GTI 给这个所谓 家里小孩子用车的父母 会觉得说 如果你只有两个门 那我上车不是要爬后面 那这样子就便利性大减 这样子就是你购车时 老婆的阻力会大增 或者是说 老婆就会不让你买单 对 然后小孩子 你也这样放后面 那也要爬着抱进去 爬着抱出来 所以这个如果有婴儿座椅 其实后座有单独的门 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趋势 就像福克拉斯有五门 那Type R 世代Type R是四门版车 对 我们上礼拜开箱 它变四门的对不对 变更符合家庭用车 所以就兼顾使用性 符合家庭用车 它会不会热血度 也给你当很多 会不会 不会 我们看这个马力数据 跟它所表现的这一个 这个所谓的甩尾模式 或者是所谓的弹射模式 350匹 对 这都是兼顾 就是你在家人的时候 可以选模式和缓的开车 但你自己玩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一个 就会刚炮极的车子这样子 对 因为它在过弯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到 蘭尼克对我左勾拳 右勾拳 我就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被拔好 等一下我们就出去感受 但是我坦白讲 为了推出这个Focus IS 因为是性能 然后又是第一次的市区 其实这一次好像是 花了两三年在美国去做研发 对不对 甚至那Can Block 还把它改成那个 落手动的对不对 对对对 应该这样说 就是Focus RS车系 它从2002年开始 就是第一代的Focus 然后那时候 在之前 它当然是延续Sierra的 RS Corsworth 然后再来是 这个Escott的Corsworth 然后那时候 它们都是市区的 Sierra前置已经后人驱动 但它也有市区版 然后那个Escott 它就是市区 然后换到了Focus的RS 我们觉得应该是要承袭过去 结果反而 为什么换成了前驱 对 那时候我最早去英国 试驾的时候 我有跟原厂在闲聊 他有说到 他说因为呢 四轮驱动 它多了一些市区系统 会比较重 那他们希望能够轻量化 但是我那时候在开 第一代的Focus的RS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像道路版长车 因为它真的就是整个是 战斗级的设定 第一代 包括启动按键 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已经是用这个 四缸的 四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然后它 厉害的是 原厂跟我讲说 要转向好 要操控好 其实它那时候也首配LSD 就是在那时候的缸炮 是你看不到LSD 它是原厂标配LSD 所以它转向 会让你觉得很精准 而且是像有很浓郁的机械杆 然后到了上一代 上一代它换上了2.5升的五缸涡轮引擎 但它因为它为了维持车重的控制 它还是一样用前驱的设定 但上一代我没开过 可是因为五缸的设定 五缸前驱 对 我们开ST的时候 已经会觉得 这个车已经有点 扭力转向很严重 因为它已经300匹 破300匹马力了 然后再加上 它的扭力转向比较严重 加上五缸又比四缸略重 所以说你在过弯的时候 你会觉得前轴的负担会比较大 推头推头的 那坦白讲 我们会把300匹 作为一个前驱车的极限门槛 那所以说这一代 当然就已经跳上了 350匹了 350匹 所以它为了要让你的动力性能 能够更好地掌控 所以它不得已 它也做了四驱 可它的四驱呢 它又希望不要偏离的那种驾驭乐趣 所以说它除了动力 会让你觉得一亮眼以外 它的四驱系统是GKN的系统 GKN 当然没错 它底盘一样是前置引擎 前轮驱动的底盘设定 可是它四驱系统做得还蛮厉害 它传动轴做了三节 而且它的这个PTV 然后扭力分导装置那些 它都有 而且它还有一个动力元件 它动力元件是连结在前变速箱 那后轮呢 还有一个RUV RUD 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分配 那比较厉害的是 它的DRIFT DRIFT模式 按下去 你在按下DRIFT之前 你要先把ESP关掉 先关掉行机 对 然后关了以后呢 再按DRIFT模式 那DRIFT模式它这时候 它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动力回馈到后轮 它是前轮还是有30%的驱动力 后轮起始 所以你那时候出弯再补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看后视镜 你就会发现你的后肘开始甩 就看后面 从后视镜看就很high 其实你身体就会感觉 因为是一起甩的 就是跟着一起这样 但是因为它的好处是 它这个模式是为了 纯粹让你觉得有那种驾驭乐趣 因为它的前轮 我刚才提到 它还是有30%的牵引力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 纯粹传到后轮的时候 很多车可能就变香蕉了 你在甩的时候 你会发现电线感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然后就叮 然后就听到那种 金属摩擦 跟破碎的声音 什么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 KIDI KARA的声音 大概就这样 我预期听到这RS很难爆声 因为它有30% 所以它又迅速的把你带开 所以这是重点 OK 按下去 阿嬷也会甩尾的意思 阿嬷也能够飘 我看过那个 就是夹电线感成橡胶的车子 那因为很早以前 一个主管的车 它就是911后驱的 那就是天影入滑 就衰尾就包住 那个副手座 只剩一本杂志的宽度 你那个主管 我会不会刚好也认识 对 我应该认识好一个人 真的喔 就真的因为它后驱 然后没抓到 对 它是一个比较旧款的车子 那没有什么电子辅助 所以我 那现在电子辅助 其实很进步 我们讲一个就是 我之前在这个 飞机上看过一个 FocusS开发影片 他们是一组人 用那个两年 总办到三年的时间 把整个车子设定到 消费者喜欢的一个 乐趣车子身上 所以那时候 他们一路验收 从欧洲到美国 然后美国做横跃大陆的 长途试驾 那最后在一个 Pulling Ground测试厂 做测试的最后的 测试的行到这个Camp Block 就是这个福特签约的 这个甩尾的大师 也来试这个车子 因为它要做最后验收 它觉得很满意 它这个开起来也很灵活 那但是这个 所谓的总工程师 这个部门的总工程师 就是他有跟设计师讨论 就是说 这个车子在回油的时候 回火的时候 会有燃爆声 然后这个燃爆声 工程师就皱眉头说 这个对油耗 我想听燃爆声 它会吃油耶 那怎么卖这车 但是那个设计师就说 这是顾客们的需求 顾客们喜欢这个声音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所以就把这个燃爆声保留下来 保留燃爆声 对 保留这个热血的部分 它可能会牺牲一些油耗的表现 但是它因为这个乐趣取向的车种 它有一些优先达成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 才是卖车的精华 所以我们才讨论说 这么多的驱动方式 或者是前后调整 都是为了让开车 开车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虽然它变五门先辈 它需要更多的家庭能够接受它 但是它热血的部分 永远都不舍弃 有点抓不住 因为很多人举手要发言 但是在大家发言之前 我们先出门试驾感受一下 来了 终于坐进来了 刚刚欣赏完 它这个美姿美姨 很帅很凶的样子 坐进来我是蝶座的 Riccaro的椅子 上面写着 Mobile RS 那你可以看到 你从那边刚好看到这边 它为了要轻量化 所以它做的特别薄 很薄 就是一般是这种 街车化的这种赛车椅 才会用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一般如果说 你真的要再改装 再更进阶化 后面这两个洞 是给你再去改装 4.4安全带的一个洞 可以再加这样子 可以再加 所以说这是专门的 所以说这是专门的 一个赛车座椅 然后再来就是 回到我们仪表板 就仪表板 现在新的Focus 都有很多新的数位仪表 所以说它是战斗车 它是战斗车 它有很多的这种数位仪表 都改出来 Rs 专门有的就是 我们传统讲的三款表 它有这个机油温度 然后渦轮压力表 然后跟这个渦轮 机油的温度 它是朝着驾驶的方向 我这边还要这样子看 机油压力表 然后还有一个萤幕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次呢 在这个Rs 里面 除了这个手牌 六速手牌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阿嬷阿公 只要按了一下 它也可以去甩尾的模式 就是阿嬷阿公 什么都不用学 只要学会按这个牛 对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仪表板上面 有我们刚才开的 所谓的Normal模式 然后再来是Sport模式 然后再来是Track模式 而且它是会警示告诉你喔 我们先出去感受一下 Normal模式的路感 但是我还是把它调回来 Normal For Sport就好 那我们先是 一般的就是Normal模式 Let's go Normal模式 其实我们刚刚小小感受一下 已经跟过去的Focus 已经不一样了 尽管还是Normal模式 它就是很胖的Focus 对阿 因为它这次呢 是上一代是用2.5升的引擎 那这次呢 是配合它这个全球的策略 采用这个2.3的Eco Boost 那你应该很熟悉 就是之前我们试过的福特野马 对 就是同一颗引擎 所以说它2.3Eco Boost 它这颗引擎 可以炸到350匹马力 这350匹马力 350匹马力 所以它要0到100 大概4.7秒就可以解决掉 我们不是约好说轻吹油门吗 那个声音怎么那么咆哮啊 它是轻吹油门吗 我我我我还没踩油门 真的假的 我还没有踩很深是真的 它声音是真的偏咆哮欸 对 因为它的这个 刚才我们在外观 有看到它的微观 这么大颗 但是它的路感 我觉得是挺清晰的喔 挺清晰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性能车款 唯优先的车子 所以说它看起来 你就算内装 除了一些细节之外 其他部分 看起来也是很focus 但是你如果要等一下 在normal模式加速 它马上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性能 很快 各位观众 现在是normal模式 你刚刚看它加速的那感觉 很不错 微巴头 有点疤 有点疤 我们现在稍微 因为我油门 还没有全部踩下去 还没有全部踩下去 也太可怕了吧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模式咯 我们来点support的好不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塞到模式 要是support一下 好 现在我换到了support模式 那当然等一下看一下喔 这边的话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我换回二挡 我是用二挡起步 然后当它温轮开启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加速感 它真的是8耶 因为你是有退档啦 而且我只是用二挡起步 如果说今天要8你头的话 我不要跟你讲我一挡起步 你还用二挡 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是微微被往后推 我头是被挪过去的 它的赛道模式 是一定要进到赛道 才能去使用的 但我们现在support模式窗户打开 要让大家专心的享受声浪了 喔 刚才 尾管声 好 叶明得了 不不不不不 他刚才是不一声 不不不 不不 好 这个就是它的加速 加速就是说在support mode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回馈法 嗯 他可能他很流量 不是流量而已 流量还扭力很大耶 我就已经等到了 那就是工程师回报给总公司的 噗噗噗噗噗的声浪 那个声音就是销魂啊 威廉哥 福特的车你也很熟嘛 因为这台车其实它扭力 也是让你觉得还蛮厉害的 对不对 RS这个车子 在前面的Focus 第一代和第二代其实都有出 那个时候其实 就是已经是Focus里面最厉害的 问题是之前都没有办法进台湾 对 然后这一代很高兴 可以看到有人真的 有车上车进口 我想现在真的是进口车的年代 就是说你少量进口也是 有可能有人会买 那他这一次的这个市区系统 就像刚才前面德哥讲的 他就是说他非常先进 德哥和Eddie哥讲的 他是非常先进 就是说他的那个后面分配是70%的 引擎出力的扭力 然后他其实是电子控制的 电子控制就是说 我坦白说跟之前 你像Focus在台湾 其实他的定价是蛮一般的 就是说蛮年轻人 比较入门的这种 Hatchback这种车子 对 但是这种车子上面有这种配备 是他每秒可以监测100次 他往后的70%的 平均输出70%的扭力到后轮 然后呢 他到后轮的时候 他的后插速器里面 其实也有电子的这个 那个所谓来令片夹在那边输出 他可以控制所谓Tock Vectoring 就是说向量 就是扭力向量输出 他可以单独输出右轮或左轮 而且他可以百分之 把这70% 百分之百放在左轮或右轮 然后靠电子控制 那他侦测什么 侦测一些方向盘 还有一些激力的那些素 激力的这些动态 其实呢 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有Drift Mode的 主要原因 因为你如果在甩尾的时候 你激力是往这一边 那他如果输出可以 输出的力量可以在右后轮的话 他可以把它偏到右后轮 一般车是没把它绊到 所以他这有电子配備 那我要讲 什么车 就是我过去我们在 我自己在节目上 比较有聊到的 或者是我有买过的 其实就是Porsche凯燕的GTS 而且你要选 你拿到跟凯燕GTS比 你要选到满 你底盘要选PTV 才有这个系统 所以他这个车有这个系统 我其实也是 来上节目前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 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 林志鑫 那你怎么看呢 Focus Eyes 我觉得这台车 其实是老美在玩的车 但的确 以他目前最近2018年次 他又推出了这个特式版 限量这个北美是1500台 美国1000台 加大500台 他加了什么呢 刚才除了英凯哥讲的就是 除了前后有力分配 后轮有这个防滑插 限滑插触器之外 他前轮再放了一颗 限滑插触器 做一个特式版的一个配备 那我们想说以前 像我们玩这个 Impressor的时候 其实还特别去改 前后两颗LSD 要花非常多钱 现在变成特式版 他就帮你把前后这两颗 都已经配备好了 加上那些内装的一些 大幅的升级 所以其实 以这台车来说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不跑 纽伯林 其实蛮浪费 因为你的整个的配备 已经有到了 再来是他整个 以前的Rally的技术 其实有放进来 所以其实以现行来说 还唯一存活的Rally Car 其实不多了 应该是好好爱护 在Focus IS 其实福特在这一系列的车子里面 其实不只Focus 那个Pickup有一台超级帅的 F150的Raptor 还有这个福特 就是刚刚尼克提到的这个Mustang 其实他们其实在现在的行销 整个环节里面 其实很好玩 一般你看 我们讲Porsche好了 你可以选Pay 你可以在凯燕上选到PTV 你可以在Boxster上选到 你可以在911上选到 可是呢 我们刚才讲 那特殊的模式 Focus有Drifter Mode 然后Mustang 大家如果有印象 它有Line Lock 它就是可以让你锁住前轮 后轮空转 打到冒烟都还是 对不对 Line Lock 原地烧胎 烧胎的 烧胎的 Drag Race前的那个准备动作 Raptor有一个叫做Baja Mode 它那个Baja Mode B-A-J-A-R 它那个Baja Mode 它是可以在那种Grabble 就是说尘土的路上 你可以开到 我看它那个YouTube上面影片 你可以那种Pickup 它可以让一般人 也有能力可以开到 时速可能160 170 简直就是在比越赛的速度了 那我们平常一般人不敢开 那它做了很多事情 它其实就是靠电子控制 比如说这个Pickup的Baja Mode 它就是一直在控制你的后轮 它帮你煞一下车 你车子就可能不会突然打滑 内侧就是打滑内侧轮 反正那个都是所谓的 防滑循迹的控制的系统之一 那我们来讲 Wu-Ted Focus Wu-Ted Focus这一个 刚刚思心讲到的那一个 说它配了前面的LSD 坦白说这蛮够意思的 就是对性能迷来说这蛮够意思 因为它配的还是很名牌的 叫QAVE 叫QAVE 就是说你比赛的人 你大部分也都改这个牌子 赛车级的 意思是你再说你买后 你不用再改了 我已经给你了 像那个很经典的964 RS 原厂后轮 它是后驱的 原厂的后插出去 也有配LSD 可是它配一个20%的LSD 就是说它限华的比例 是20%的LSD 其实满不够意思 坦白讲 你这要去比赛 你还是要再把它改大 可是Focus这次就满够意思 而且它其实 福特其实很会行销 其实它这个特色版 在上市之前 它也是在YouTube上做行销 它请了就是请了CAN BLOCK 还有CAN BLOCK的那一群班底 然后就是工程师 就是请他们来 就是 我听说他把它改成 它Chudon 就是变成有一个手刹了 Chudon是最新的新闻 它12月1号才开始卖 是喔 然后改了之后 它就开始甩飘移 这样给大家看这样 对 但是其实很好玩 以前我们的Chudon 其实是拉 它底下里面其实是钢锁 去拉后轮的刹车 但现在的Puck Brake Chudon 其实已经几乎不能Chudon了 它是手指的在 就一个开关而已 它电子的 那其实 你还有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其实是CAN BLOCK 因为他在美国有拍所谓的 Gymcarna的这一系列 从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甩了整个十几分 十几分钟 全部都一直在甩 的那个很 这请好莱坞的班底来拍的 对 它非常著名的就是 它有一支 打枝的 而且它那支做得很漂亮 就好像你去打撞球 有自己的杆子一样 它那个 它那支棒子就是 很大的一支棍子 对 那感觉就是它专属的 现在呢 你只要花999元的美金 你就可以买到跟它一样 看起来非常有style的 那一支 就是说美国当地有这样在卖喔 这个12月1号要卖了 真的喔 而且是原厂 Ford Performance推的 Ford Performance推的 Ford Performance推了一个 的套件 它有一个专有名字叫 Drift Stick 对 对 甩尾棒 你可以享受 你看我们看WRC 就是它在滑出来的时候 然后它的尾管又偏十点火 这样啪啪啪 然后又有火花 然后又有那种声浪 然后你就会嗨嘛 肾上限速就会嗨 所以它现在就要让你嗨 然后你在丢手动的时候 再配合Drift Mode 然后对 然后你又想像 你的尾管又开始在喷火 啪啪啪啪 这简直就是 就是劝败大坑嘛 就像我想到上礼拜 那个Type-R开箱 它连引擎 红头引擎 都可以拿出来卖 它变成另外一个 可以延伸很长的商机 对不对 RS不是平白无故来的 对不对 RS为什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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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要先 RS出现的话 其实是要原置这个最早 其实是S Core 然后S Core 那时候其实 它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类似 就是要举例的话 是有点像台湾的Soria 它等于是英国的Soria 因为它一样是 车子结构很简单 然后车子轻 但是又有一点的马力 但是它是后轮驱动 所以说它 就是说有很多的人 会把它拿去参加比赛 那在英国那边 赛车的文化非常盛行 所以说会有很多的 这种拉力卡的比赛 反而比较少在场地的比赛 那因为这样的话 变成说很有乐趣 所以说一直延伸出来 到后来就是福特 就一直延伸到 从S Core 到后来什么Sierra 然后在Costwell 这类的 都是一直要玩它 把它有点定位 它会把这个车子定位成 就是它的一个性能玩具 所以说像我们这次 试的Focus RS 其实也是一样 虽然说我试的时候 真的是 因为已经有车主的车了 所以说 车主不让我试那东西 因为毕竟是人家的车子 我真的好想把它拿到赛道 而且试这个模式 真的要在安全的地方去试 虽然说它 藉由刚才威廉介绍 这些科技 让甩尾这件事情 变得更简单的 不会像说 你这么要求驾驶者 所以说福特 现在包含它接下来 推出这个系列的 Ford Performance 整个类似家族化了之后 所有的东西 都是跟性能有关 而且不管你是超跑 你是钢炮 还是你是pick up 大家请照过来 就是预计在2020年之前 有12款 都是走性能路线的车款 所以说以后福特 会有很多所谓的玩具 玩具 玩具 特别它很多的功能 并不是一般道路使用 要不然就是说 你真的很皮 你想要试一下这东西 要不然 不是每个人都像德哥这种技术 我可以掌握这个东西 试一下 它就希望让它的车主 你要买这个车的话 就能够玩 对 我不一定要像叶明德 我有一键启动 我也可以drift 你知道吗 我都想要这么熟 一起来比一下 尬一下 我们去赛道比一比 可是坦白说 我们如果要讲 福特进入了性能的这个领域 应该说开山鼻祖 也要摩拜 嘿 我们今天看RS是要摩拜 就是Costworth 它的套 Costworth 台湾有实车 车主就在现场 自己招任吧 New Cosworth 它是1993年的 那基本上呢 我已经从大概2005年到现在了 所以我大概有它开 大概有十几年 但是它蛮长一段时间 被我冰在车库里面没有开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零件很难买 然后 我要整理那个车的时候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做金钱上的准备 做工具 做资料上的准备 还有做零件上的准备 这样子 那我想讲一下 这个 我们说很多车都有RS 对不对 那像福特 Escord 或者是Sera 它们这个RS 其实它Stand Sport 就是说它代表的是Rally Sport 它像那个911的RS 其实它代表的是德文的Ring Sport Ring Speed Ring Sport 就是Racing Sport 它其实是有点点不一样 然后像刚才尼克讲的 它这个车最早像小金刚 就是Mark 1那一代 它在英国其实是 我刚刚忘了 就在这里 长这个样子 最早长这样 小金刚这一代 其实是真的 比Sera和Escord Costworth还要厉害 在当60年70年代 他们是Rally賽 都是他们的天下 所以奠定的基础是在这里 祖先奠定的基础是这个 而且还有一个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 其实这辆车Escord 刚刚我忘了讲 其实大家都看过 你不要原来看过 我这样拿出来 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看过这辆车 不要看过保洛洛克 相关的他的收藏 电影用车 就有一台了嘛 对 其实他收藏 那时候他过世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 海报 他就是跟电影车这样的 有一个剧照 原来是这一个 那当年其实 60年代 70年代 那个所谓的 WRC的W是World 是世界的越野赛 比较没有的时候 他们参加的是 英国本地的所谓的RAC Rally 这个RAC的Rally 其实是在英国本地比的 那这个 这个其实都还有出过电动玩具的游戏 其实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能有的人 曾经过去游戏机 可能有买过 都有玩过 那 我说他到了 他其实在这个小金刚的年代 他的引擎 其实就已经有跟Costworks合作 但是他正式把它 用在车名里面 授权使用在车名里面 确实是到 80末 90年代这个时候的 Sierra和S Code这个时候 下一个挑战者他来了 他是最近台湾热度极高的 10代目的Type R 我们出门试驾感受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蓝尼克 今天我们终于 终于试驾 要开始试驾 这个所谓的Honda Civic Type R FK8 那我也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信众汽车 特别特别让 商界了他们的车子 然后让我们进行这个 独家的试驾 那我相信各位已经等不及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路 那这次呢 FK8 这次它的动力呢 跟这个所谓的FK2 只有稍微的调校 往上加了大约10匹动力左右 10匹动力左右 那其实 其实从我们这样一上车之后 它整个内装设计格局 就已经完全跟过去的FK2 完全不同了 那在动力方面呢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先 先让它慢慢的热身一下 因为这个新车 毕竟是一辆全新的新车 那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 也是循序渐渐的去体验它 那现在呢 我是设定在这个所谓的Comfort模式 那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 在所谓的这个 手排变速箱的这个行程啊 它的位置跟FK2 比较起来是稍微的低一点点 但是整个行程 行程来讲的话 是跟FK2是几乎是相同的 那这边有个直线 那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直线的一个加速 那现在呢 这个是所谓的Comfort模式 那这次呢 FK8还多了一个 这个 退档的时候呢 它会有自动的补油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的话 其实并不是车厂 第一次出现的功能 但是这是第一次放在Type R上面 那另外呢 我可以在这时候呢 把它切到 切换到这个 Sport模式 那我切换到Sport模式之后呢 它的仪表板会变成红色的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直线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加速 那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呢 这个直线的加速的力量方面 最主要在这个排气管的这个听觉上面 有很明显的不同 那最后呢 待会我还有一个直线的部分呢 我把它切到这个R Plus 那当然这个部分 其实大部分是建议在这个赛道里面使用 那R Plus呢 它很明显的 才切过去之后呢 它这个排气声量又已经做了一个全新的改变 那仪表板一样是所谓的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显示 那这个一般都是这种 比较Sport的设定的导向 会让这个驾驶者的这个氛围完全的不同 那前面有一些弯道 还可以感觉到这个R Plus呢 这个R Plus模式的时候 它的操控性呢 就很明显的跟这个Comfort模式不同 但是现在这些 拜这些科技所赐啊 那涡轮 它的涡轮介入已经可以调得非常平顺 那整个如果说 我若是在一般市区道路驾驶的时候 我只需要把它调回Comfort模式 事实上它就可以跟一般车子一样 那其他详细的性能规格 那我们摄影朋友再来讨论 谢谢尼克 好羡慕喔 因为那件事情下海关 那我开箱完以后 你就接着就把车子带去 带去试了对不对 这辆车因为就真的是才刚到台湾 然后我第一时间就赶快去试了 那因为车子什么RUN IN都还没做 然后也等着要去做测试 那所以说也是大概潜藏一下 那当然它的性能租源有非常强大 但是我们必须完全要把它封印起来 要不然这个人家 好不容易借我们拍了之后 然后我就大脚能不能给它下去 这个功能比较不好 不是 我跟你讲 月童一定要抗议 月童那天握着那个金属拍摄 他好想开开看 所以我只能炫耀一下 那个什么文式管效益 那几个排气管 那么漂亮的三个排气管 文式管效益 那些我们只能批判 因为它有好几个模式 那我给它试了一下 那文式管效益 因为它这个排气管是三根 三根排气管 而不是说两根或一根 所以说 因为文式管效益 它在技术上面说 它是有很特别的一个 结果就是很特别的一个音频会出现 所以说我在试的时候 在这个 Plus R 模式的时候 很明显就会感觉到 我只要切下去的时候 我只要开始加速 转速不用太高 就可以有那种很特别的音频 因为真的很难形容 因为也不是像过去的 传统Type R 是那种 这样子 但是它那个就是 这样你好听的 但是你只要 一切回Comfort模式 你就跟一般车子一样 安安静静的 就老佛就觉得你是乖宝宝 我这个只是一般的Civic而已 我不是什么Type R 是 就是说你要装乖 它可以很乖 可是你想要热血 稍微催一下 你稍微调整一下 它那模式就可以整个散了 现在有一个新的讲法 叫做好邻居模式 好邻居模式 好邻居模式 就回到家的时候 你只要切回去那模式 不会吵到人家 但你要到 没有人的地方 你要自己玩的时候 切过去 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东西 好 我们现阶段已经Focus RS 还有Type R时代目已经试过了 到现阶段 现在PK者是两个 你的感觉 这两个差异有很大吗 真的很难选 因为真的 Civic时代是最新的东西 很多东西还没有记 因为就是体验一下而已 Focus RS 有这么多电子系统 这么强大 但是台湾 真的一般道路上 还没有机会去试 那如果说真的是 有机会到赛道里面 试这两款车的话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对 等一下 我们就完整的来做 我看国外已经有做机评了 但是下一个竞争对手 如果你真的是热血控 300匹以上 你一定要的话 那其实走那里有劲 我看接下来 大概只有Golf R这个选项 对不对 是的 Golf R如果跟另外两台 这个对手比较 它可能没有感觉上 没那么热血 因为它是配双离合器 自排变速箱 但它其实它的加速 表现0到100是4.7秒 比Focus RS要快0.1秒 然后是自排的 然后它的价钱 它的价钱也大概在190万以内 186万左右 它是里面价钱比较低的 因为总带领座装嘛 所以这个价钱比较优惠 再来是它采用这个 所谓的Golf R R系列 其实是Golf 应该是一个顶尖产品 配四轮驱动 我个人觉得 这个有点背离了 这个Golf前驱车的 这一个标准 但是这个 因为市场的竞争 以及需要更高档的 这个车系 来符合这个 怎么讲 性能名或者是 最顶级的这个R 这个车系的延续 所以生产了这个Golf R 超过300匹的车款 然后德国车的开法 其实跟日系车系 有点不一样 就德国车的这一个感觉 我们觉得是 又快又狠又稳 它是一个很重的大铁块 可是它转向 它藉由这个 两种不同的 这个电子防滑差速器 它可以让底盘 这个调配 变得很灵敏 变成你只要掌握 油门方向盘 就可以在 我连续弯路上 很方便的开快车 很容易的开快 所以这有一点 这个怎么讲 easy fast 容易快 这是它的一个 我觉得是 你用双离合器的这个快感 同时双离合器的这个 加速感 其实并不出手排车 不一定要再强调 它也是大量的用双离合器 在这个服饰品牌中的一个 一个代表作 所以 整体来看 我觉得就是 与其他两个车款不一样的是 它有的这个 就是比较完善的这个 原厂 原厂周边服务 跟这个有比较 比较 比较 价格上比较 再便宜一些 然后再来就是 它不用手排 如果说你觉得手排很麻烦 这个是一个很方便开的车子 它不用手排 在选项里面 它会相对比较容易 入手 比较容易驾驭 对不对 我从头到尾觉得 今天来踢馆那个人 就是叶敏德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微微的嗤之以鼻的声音 不是 也没有 你是有点迷塞是不是 不是 因为刚刚的车 我自己私一下 我跟你聊一下 好像德哥 兴趣比较没那么大 因为你心里头还有更大更大 更爱的车 不是 也不是 爱的车其实很多 因为我觉得 你看我现在已经算是 轻熟男 比轻熟男再重一点点 略为重的轻熟男 你不觉得先辈车那种车 是真的适合二十几岁 你塞车 你会觉得 这真的很痠 那我们开 我们开 有一点点违和感 我坦白讲 你也有点年纪 也还好 相较有二十几岁的小伙伴 大家都知道 我们算港匹 对不对 坦白讲 我觉得如果你要提到这种钢炮 中极钢炮 大家一定会想到A45 AMG 但是说真的 但是说真的 A45 AMG 它因为一定是FORMEDIC 可是在我的印象里面 A45 AMG 不是我开过最过瘾的 这种 冰式HB 真的 A45 AMG它 没错 它现在新年是381匹 你看马仪 2.0升的四缸涡轮 就是炸到最大马力 它已经算是很强了 已经算是很强 可是 而且它还可以甩尾 它虽然是以前驱底盘 可是就是你把ESP全关的时候 然后你在开的时候 就是你用带一点刹车 你在路弯前带一点刹车 然后方向盘回正的时候 全面补油 它后轮还是会偏甩 就是它那个动力突然传到后轮的瞬间 它会有一点点甩 其实某方面来讲它算是很好玩 可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反而比较喜欢A250的SPORT 因为我觉得那个底盘的均衡性比较好 就是以这样的底盘来配置 它虽然是四轮驱动 可是我觉得它动力有点太癫狂 那个癫狂是说 有时候你在跑山路的时候 它在出弯的时候太猛爆 但是你可能在有一些连续弯道的时候 你希望它能够维持那样的线性的输出 它又有点Lag 所以说在掌控它的特性上 我并没有那么喜欢 再加上它的四驱系统虽然是可以甩尾 可是那毕竟是要在ESP完全关闭的情况下 就是一般状态下 你其实在开的时候 尤其下雨天你在开的时候 你觉得其实它跟二驱差不多 它出弯的时候 有时候涡轮增压上来了 它还是会扭力转向 所以整体来讲 我反而会觉得A250的SPORT 重点喔SPORT 你不要买一般的A250 你跟我说玩的还好 但是SPORT的悬吊是调过 就是跑车悬吊 那个感觉那个Q韧度 跟它动力还有底盘的搭配 我觉得开起来就很过瘁 破300匹俱乐部的这种钢炮代表 其实奥迪也有一台厉害 那一台燕名的人喜欢 自信你也推荐 是哪一台咧 对 因为以这边身为这五个里面 我是唯一的鲜肉 所以基本上 大家一起围剿它 我才是唯一好不好 所以以这样来说 其实我觉得 还是比较推荐奥迪的RS3 因为毕竟像刚才新鲁有提到说 Golf R它是用四缸的涡轮增压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对抗 像这个德哥的A45 我跟你講拿出一点不一样 所以当时它就把TTRS上面 这个2.5的涡轮增压 武缸的拿来做一个调校以后 放在这个RS3上面 可是基本上 当时的处理 我觉得是有刻意的去压缩它 所以只有到367匹了 所以坦白讲 在竞争上来说 虽然奥迪的内装 跟很多的科技设备是 感觉上是比较优于A45的 但是基本上在实际上战斗起来 的确马力上是有略速一点 因为毕竟2.0的所谓涡轮增压 还是比较轻盈一点 那但是在明年度 这个整个重新释样的改版 它又加了一个SATAN四门的版本 马力有可能就是已经突破 这个所谓2.5 2.0的 这个最大马力值 会到400匹 所以整个的这个战线又不一样 因为但是我觉得A45 要到400匹也很轻松 其实反正就 对 调一下就有了 所以其实回归到本质上面 其实还是在价钱上 因为以目前北美售价来看 这个RS3的售价 SATAN的售价 还是高于A45 所以以A2V这样的情节来看 我觉得可能要用力买这个RS3 可能还是要非常爱 否则我就买A45就好了 你也有三盲星 对 所以其实三盲星对Audi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点点 显得上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既然我们现在都唱名出来了 到底Audi的RS3 A45 AMG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看的Type 2 10代目 还有最近热腾腾的Focus RS 到底谁是老大 等一下回来 我们来实测 超过300匹马力的钢炮王 到底是谁 小鲜肉 看看你的观点对不对 其实这一次这个国外媒体 把这个舞台拿来做一个Jack Race 但是其实我在还没有看之前 我在猜 其实结果其实并不意外 你本来是猜谁 我本来可能会觉得是A45 A45 OK 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马力最大的赢 其实后来第一名是RS3 因为还有400匹马力 然后第二名是A45 是381匹的 第三名就是我们刚才 今天这个主角Focus RS 然后第四跟第五算是并列通过 就是一个是 泰拔的306匹 跟Golf R的310匹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1 2 3 然後4 5是并列的 但是其实 我觉得跑这个Jack Race 其实本来就是 以我们在高速公路 或在一般市区上面 去模拟这样的街道 的确在这个时候 Audi IS是比较有胜算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到了赛道 是另外一个世界 包含说 以这边的纽柏林数据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说 Focus RS 在2016年的这个 326匹的这个版本 它跑出是8分06秒 其实是不是非常好的成绩 那你说像A45或RS3 那是根本 连看都不要看 8分外的 但是如果看泰拔 它是里面的最小马力 306匹 它跑7分43秒 还是目前的冠军保持人 也有前驱王 那你说Golf有沒有 Golf有 當然就像欣如讲的 它的这个前驱版本的 Club Sport 还是限量中的 再限量的手牌版 然后才勉强在之前 有超过泰拔过 但是后来又不是泰拔追赶过来 所以其实 以在这个所谓赛道上面 的确是追求的是一个平衡性 而非说去追求说 所谓谁马力大谁就赢了 或是说你是四船你就赢 不见得 反而是讲说 纯前驱的 在这种所谓的复合式赛道 反而是占了极大的优势 以在这个所谓赛道上面 的确是追求的是一个平衡性 而非说去追求说所谓 谁马力大谁就赢了 或是说你是四船你就赢 不见得 反而是讲说 纯前驱的 在这种所谓的复合式赛道 反而是占了极大的优势 对 这要问车主啦 威廉 如果这几台让你挑啦 你觉得谁有胜率 如果你要买哪一台好了 我当然还是买Focus RS 他真的 始终Focus me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到我们 到我们现在和德哥这种年纪 我们是开 他是要开三盲星的 他开身份地位 我是觉得这种Hatch Bag 其实我们重点就是对 自信讲得对 就是乐趣 一定要有乐趣 那Focus RS是里面 应该算是 刚才那几台里面唯一 持续输出到后轴 有70%扭力的车 是 它的四驱架构 跟人家还是不一样 它主要是 所以后面扭力偏大的车 一定会比较容易甩尾 你在吹油的时候 一定比较容易甩 所以它会比较有乐趣 会有失控的乐趣 对 小蟹肉啦 我觉得只有蓝尼克是小蟹肉 你还跟我同年 真的 它只能是唯一小蟹肉在这里 大狗